摄影是人们的心灵之眼 为生活带来妙趣横生的观察 超越时空的触动 以及折丝内省的领悟 台湾丰富的摄影创作 来自摄影家入山下海的彩节 置身独特人文风景的前线 见证情感浓郁的时刻 过往历史的当下 透过镜头注视的真实 积累成经典在线的影像 也构筑了台湾丰厚的社会文化史 为了全面理解摄影家们风格多元的创作 台湾摄影家第四集 从前三集人物传记的线性书写 转型为加入专文 口述访谈 传记式年表 等共四大单元的架构呈现 期盼以从书的崭新格局 厚实台湾摄影的研究论述 扩展各界对摄影文化的关注 本年度专输主角 包括以朴实自由风格 存取生活切面的庄灵 勇于直面冲突 反思摄影伦理的观小容 构筑影像 作为折丝表述工具的有本宽 他们活跃于摄影 报道艺术领域 作品反映台湾摄影发展的多元特色 展现丰富的视觉艺术内涵 为什么一定要拍哪一些东西 一定要怎么样的状态底下才能拍 我觉得随时随地 无时无刻 任何时间 只要你眼睛看得到 都是你取材的内容 这等待果头是我们的实验剧的最中心 但是并不仅仅是演出外国的东西 那我们自己的呢 我们就挑中了这个黄花城 就是我们的美术设计 他也是编辑 选择他的一个剧本叫做先知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的两年多的编辑这个剧场 那让我学到很多 而且在观念上很受到启发 不管是外国的 或者是我们自己编辑同仁的作品 然后我们又有两次实验电影发表会 这两次实验电影就完全自己做 所以后来这些东西都留下来了 在那个年代 1965年 66年 那主要是在两年 一直到67年 这个两年的时间 对国内当时的台湾来讲 我们的确是一个 等于说是一个开拓者 我是宁愿就是暴露自己的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可以讨论的是 我和他们的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什么样的情形 一张照片被拍下来或者是一部片子被拍完成 其实它不仅仅是拍的介入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来自于来自于被拍的 就是说它对于你的镜头以及你的提问的一些回应 就是说一张照片被记录下来或者说一部纪录片被完成 其实是在这种拍与被拍的双向动力底下的一种协力的一种结果 我是后来我是越来越觉得就是说这个方向的一种思考是蛮重要的 作为一个报导者其实我基本上不倾向新闻的客观中立 因为社会的不平等不是客观中立能够揭露的 我的选择是要有一个观点跟一个立场 那我的观点就是基本上是政策性的受害者 回到台湾以后 我就开始尽其所能的从事这个推广的工作 藉由写作或是展览的方式 甚至于到处去演讲的方式 就是要跟台湾的这个年轻朋友们 或者是喜欢谈这个创作的人分享 我在这个国外看到一些什么 我现在还持续在做的 比如说藉由这个书本的出版 我觉得那个传播的力量是比较长广而且远的一个可能性 只要有人邀请展览 我从来不在乎到是展览多大多小 那每一次就是抓紧这个机会 跟那些不认识的观众 跟他们这个分享 摄影可以做到什么样子 广义的来讲我觉得美术摄影 我所探索的是 一群以摄影为媒介的摄影家 但是他们有比较雄厚广博的 美术的各方面的修为 从那个当中里面内化了这些修为以后 然后再呈现在他们的摄影作品里面 影像 恒久留存 印记历史 期盼台湾摄影家系列丛书的影像脉络 引领读者回望台湾文化的珍贵记忆 唤起对家乡故土的浓厚情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